救命啊 前一陣子剛從美國回來 然後還在防疫旅館的時候 我就接到了電話通知 說希望我可以幫這次的阿妹演唱會編舞 但是呢這次很特別的地方是 這一次的演唱會沒有任何的舞者要跳 而是幫他的和聲編舞 時間相當趕我7號開始開會 然後我最快要8號才能開始進行編舞的工作 在我出關的那天也就是14號的時候 我就要去教他們了 也就是在這個期間我要編完三首歌 欸你回家了呀 要不然呢 喔我以為你還在旅館呀 對我也以為 全程錄影喔 Right now嗎 那你不會先跟我講嗎 我真的是歐來買家人 我夠邋遢的你真的是 沒關係 反正你打扮都差不多 欸你第一張 我是7天在防疫旅館隔離 然後後面7天在家裡自己隔離 所以在不能出門的情況之下 我們進行了線上的排練 好這個是我這次的主角 Vigo Yeah 2 3 4 你要顧到和聲唱歌的口氣 然後他們的呼吸 因為你不是認識每一個人 所以你不確定 他們是不是可以做到這些動作 很難 就是現在的一切的一切 初步的編舞都是用想像的 Yeah 這是Vigo 今天有打扮嗎 欸 你嚇死人了 你有化妝嗎 沒有嗎 沒有 而且我轉來在吃東西耶 大家不要看 平常女Dancer在台上的時候 好像都很漂亮 私底下練舞的時候 我應該會被我們家 女舞者殺掉吧 這是我第一次用視訊在排練 相當的麻煩 比如說因為網路速度有延遲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放音樂是不同步的 或者是會有卡頓的現象 這樣 電腦的螢幕就這麼大 助教在跳的時候 我就要往前看清楚他的動作 可是當我要示範的時候 我就要後退 要不然就是腳就被切掉 或者是手就不見了 常常這樣子會很容易造成 理解程度的困難 插腰啦 你怎麼可以跳這麼醜 Yeah 終於 剛剛 編完了 雖然還不確定搭在和聲上面 這些動作是不是OK的 但終於把一個 D給編完了 然後後天 也就是星期一的早上 然後就要去教和聲們 希望 一切順利 這次呢和聲有五位 然後裡面我只認識 就是賴勝恩跟葉瑋婷兩位 對於他們的舞蹈底子 我比較清楚 可是另外三位 我就是完全不知道 一無所知 Yeah 出關了 出關的感覺真好 現在是早上9點半 然後我要趕去三重 今天呢也是第一次跟他們碰面的排練 但我覺得我今天應該不會拍攝 我覺得我要 Focus在他們的肢體動作上 加油 太開心了 排練的狀況 比我想像的順利很多 因為他們五個人都蠻會跳的 我問他們說你們是不是都有舞蹈底子 他們說沒有 可是對我來講 他們就像是有跳過舞的人一樣 非常棒 五個人都是 演唱會是四月初 不要看這個時間好像還有很久 事實上呢 我只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教他們 因為後面的整個期間 都是從世界各地飛來的頂尖樂手 然後他們要聚在一起 不斷的彩排練習整場演唱會的音樂 所以也就代表說 他們學完這三天 這三天的舞之後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他們就不會再練任何的舞了 所以我非常的擔心 很怕他們忘記 我應該會再去喬一個時間 看有沒有辦法 再進小巨蛋前 能夠小練一下 Yeah 今天是上台的最後一次練舞 終於約到大家可以來練一下舞了 有點擔心 因為明天就要上巨蛋 走位了 沒有 沒有你看 皮膚是滿好的 聽說他們都忘了 有點可怕 其實他們都是騙我的 其實他們都是騙我的 因為他們都有回家練舞 而且還蠻熟的 而且還蠻熟的 然後終於呢 我們要到小巨蛋 彩排走位了 這次彩排呢 一切都還算順利 然後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我的想像 走位可以從舞台的最左邊 一直走到最右邊的這種 但是因為呢 樂手很多 然後當你把所有的樂器 鼓啊 鋼琴啊 然後 樂手的位置啊 全部放好之後 發現舞台的空間只剩下一點點 做完的時候 手也不要丟掉 不要 嗯嗯嗯 嗯嗯 這樣就沒有那個 想要的那個樣子 Yeah 這是小巨蛋的後台 一個我非常非常熟悉的地方 演唱會最大的特色就是 樂手的衣服 一綠都是黑色的 每個休息室都有這個標示 不能喝酒 不能拍照上傳 我剛才知道 這是演唱會的衣服 因為要禁止跳動 所以要特別 設計了超多不同的動物 告訴大家千萬不要跳動 這個是青蛙 這個是羊 這是什麼 棕鼠喔 我不知道 反正只要是會跳的動物都會出現 對 你看他們多辛苦 然後為了我這種迷蟲 哈哈哈哈 再幫我們準備 你終於跟到了 對我終於跟到了 昨天我沒來 聽說昨天有很厲害的甜點 對 然後今天是 手搖椅 好屌喔 跳動鏡子耶 好酷喔 然後這一杯是魅力無求 哇 好酷喔 這麼有新的茶墊 這一杯是 三天三夜 開番小雞蛋 妹神降臨 無人能敵啦 好酷 像這種我們就會覺得超貼心的 休息室外面呢 都會有一個空間 通常都會擺一些 零食或食物或飲料 讓大家隨意的取用 我沒事就很喜歡去那邊 逛逛看看今天有什麼 然後呢這個是 這次的工作證 非常有質感 超喜歡 旁邊這邊呢有 日期 一共12場 包含工作的日期都在裡面 每天呢 在進去之前 你都要在門口用手機掃碼 然後填寫實名字 測量體溫 然後都OK過關的時候呢 門口的警衛 就會幫你貼上這個銀色的貼紙 放在上面 代表你今天呢 有通過檢測 他才會放你進去 這個設計呢 就非常漂亮 我很喜歡這種 細節 設計類的細節 然後我編的這一小段表演呢 昨天也都很順利的通過了 只是我在台下看的時候 一直覺得少了什麼東西 所以我特地拍下來 然後打算今天再正式開眼前 然後再去找和聲們 一起看影片 一起討論一下 這個是足分 對啊 有跟練團長不一樣 有 不同人 練團的時候連大人去練校 還好吧 我是聖恩 你是 懷疑嗎 大木老師 我化完妝就是跟韋婷很像啊 哎唷 對 美麗即將嗎 大木老師要訪問你了 我 我 沒什麼好緊張啊 很穩 偷住全場這樣 哎唷 熱身 大家好 我是葉瑋婷 欸你們兩個講一樣的話耶 有啊 他剛剛跟講一模一樣的話 他說說他是來這邊 心有連心 真的 有默契 但是我還是比他漂亮一點 對不對 我們能夠有今天真的都是大木老師的功勞 早在那邊 早在那邊 真的 真的 是不是 沒有沒有 真的就是看你的誠意啦 哎唷 我們連發聲和聲都是大木老師教的 早在那邊 大木老師對我們來說真的太重要了 所以記得就是請我們吃好吃一點的 不行這段咖 欸 剛剛那個也不算說開場 剛剛那個就是幫 有點像你們跳舞前 拉筋 對 只是幫你的身帶拉筋 對 有看到嗎 他叫玄庸球 對 所以你把他拉上去拉 對 有點像在吹吐那樣 有點像在吹吐那樣 太簡單了 欸 你可不可以 讓我把你有點喜事啊 再拉 有點像吹吐 對 你打個好 對對對 像這樣很好 然後可以看可以hold多久 會hold多久 會想吐 是正常的 假秀 沒救了啦 我跟你講他沒救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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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好好表現的大葵老師 沒錯 加油 我們會加油 就是為了這一行 我們等一下走 走下台給你看 為了這一 第一場的演唱會終於結束啦 然後我的心中就是放下了一塊大石頭的感覺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參與這次的演唱會 雖然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羅斯丁 就是我是他的一部分 我很喜歡演唱會的原因是 呃 他是各個業界的精英 然後被找來聚在一起 然後做成一個演唱會 然後藝人就是那個演唱會的靈魂 所有一切的一切 大家都是往同一個方向前進 然後做成一個表演呈現給觀眾 這次的演唱會呢 就到這邊順利的結束了 真心的推薦 如果這個演唱會有巡迴到你的城市的話 一定要去看 然後去感受一下那個 視覺燈光還有音樂 呃 給你的震撼 同時呢 我這集的VLA格也結束了 希望大家還喜歡 謝謝大木老師 沒有你我沒有今天 很誇張 太誇張 怎麼樣你覺得 很棒啊 你發自內心欸 很發自內心 第一場下巴 老師 老師誇我們 我要講一個真實的 真的啊為什麼 我跳到一乳店釣出來 釣在我的台上 是Bad Boy的時候啊 真的 我要踩到什麼 我在第一場嗎 謝謝老師 好 我要哭一場 為什麼 我們現在 在這邊哭 是不是可以感受 不要等他了 耶 好可怕 耶 好可怕 啊 我愛你 耶 好可怕 耶 好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